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现在是Black Dot为你报导。 继3月5日,MasterCard和Visa宣布暂停俄罗斯业务后, 3月6日,俄罗斯最大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pare Bank, 最大的私人银行阿尔法银行AlphaBank和Tinkoff银行表示, 计划推出使用中国银联系统的信用卡。 据专业人士分析,俄罗斯是利用中国的金融系统避开欧美制裁, 但其实,中共现在正处于两难的境地, 在这次制裁中将有被牵连的风险。 中共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保监会》 也在几日前表示,将继续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和金融往来。 天均政经研究员宋维俊在3月10日接受《大纪元时报》的采访, 就中俄之间继续金融贸易的问题。 宋维俊认为,中共官方说要进行正常的贸易, 然而大型的金融机构却遵从制裁措施, 中共实在处于两难的境地。 宋维俊指出,中国有国际业务的银行会收敛一些, 因为很容易被制裁。 中国四大银行在美国制裁伊朗和香港官员时都遵从制裁。 中国毕竟要获取美元和用美元进行结算。 它所指的中国四大银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 除中国四大银行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3月3日声称, 暂停所有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并进行审查。 原因是为了银行的最大利益。 同日,总部位于上海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也发表声明, 表示暂停俄罗斯的所有新交易。 俄罗斯是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 在亚投行的运作中拥有大概6%的投票权, 仅次于拥有27%投票权的中国和印度。 白俄罗斯也是亚投行的成员, 但是乌克兰不是。 中共在2013年10月首次昌議筹建亚投行, 在2016年1月亚投行正式开业。 该银行成立的目的, 是为了削減西方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地位。 宋维俊指出, 中国其他关注国内业务的银行就不受制裁的限制, 而中国的大银行会将和俄罗斯的相关业务转给这些小银行, 相当于绕过了欧美的制裁。 目前部分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已被踢出了Swift系统。 Swift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宿舍, 是世界领先的安全金融部门传送服务机构。 Swift平台对接了全球超过11000家银行, 证券机构、市场基础设施和企业用户, 覆蓋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就俄罗斯银行因受制裁而使用中国银联系统一事。 宋维俊表示, 俄罗斯的个人和公司都可以到中国银联系统内开设帐户, 然后利用中国银行系统和Swift进行交换, 绕过了和欧美国家直接对接,相当于被开了制裁。 目前俄罗斯最大的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没有被制裁, 是因为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交易通过它来支付结算。 但储蓄银行将来很可能亦受制裁, 因为很多俄罗斯的银行选择了使用中国的银行系统。 宋维俊分析, 俄罗斯的央行被制裁, 这是主要的。 因为央行有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是俄罗斯抵御制裁的重要武器, 但现在大部分都被封锁了。 所以俄罗斯很可能积极向中共靠拢, 利用俄罗斯的能源和农产品去与中共交易, 获取一些因管制和制裁无法获得的物资。 但中共也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偷偷做交易。 白宫已发现这个苗头, 发出警告让中共当心, 否则会有连带的制裁。 但这些西银行的情况, 就像林郑月娥当初被制裁时那样, 她说:"在美国没有资产, 也不会去美国, 所以制裁效果很有限。 但中俄的金融机构 还未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所以中共在国际制裁中处于两难的位置。 除了小银行继续, 或接受大银行业务和俄罗斯进行金融和贸易外, 中共银保监会也有明确表态。 银保监会主席郭雪清, 在3月2日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回答有关制裁俄罗斯的问题时声称, 不会参加这样制裁, 并将与俄罗斯相关单位继续保持正常的经贸和金融往来。 就制裁对中国的影响情况。 郭雪清表示:"看起来不太明显, 还需要观察, 但总体影响不大。 中共银保监会的表态 是基于中共相关部门的调查研究。 例如中共外汇管理局 近期对部分银行进行了调研, 问到和俄罗斯银行的相关资金业务往来, 涉及风险管理和应对方案, 以防止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此外,部分中资银行应外管局的要求疏离了和美国相关的金融业务, 以便在国际对俄罗斯制裁的情况下, 仍能合规继续开展业务。 但是, 中俄结算支付服务仍然依赖美国, 所以风险依然存在, 并非中共银保监会所称的 看起来不太明显。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还依赖受美国控制的Swift, 因此, 所有结算支付信息都在美国监控之下。 中国银联卡支付系统也依赖美国公司, 不可以不用美国BMC软件公司的服务, 借用美国公司的软件, 来监控计算支付系统和生产银行卡。 俄罗斯的国家支付系统面临类似问题, 技术上依赖美国的金融技术服务公司 该公司服务俄罗斯境内的100多家银行。 因此, 如果没有美国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 中俄双方金融机构的结算和支付业务都受影响。 文章中也指出, 中俄所有金融机构都极力避免 因违反美国长臂管轄政策, 而被列入美国的金融制裁清单。 由中共对制裁俄罗斯的态度, 白宫新闻发言人曾·普萨基 在3月7日新闻发布会上提到, 在俄罗斯入侵摩克兰之前, 中俄双方就已经越走越近。 普萨基同时表示, 七大工业国组织G7国家合计的 国内生产总值GDP 是全球GDP的50%, 而G7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但俄罗斯、乌克兰加上中国的GDP, 总值只占15%, 所以俄罗斯不可能从中国那里弥补被G7制裁所遭受的损失。 以上节目内容取材至大纪元记者李思齐采访报导。 这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点赞 订阅明镜 点赞 订阅明镜 点赞 订阅明镜